放心飞翔电影院13号是来到了中和4号公园举行 活动前的有奖侦达是炒热的现场气氛 主持人问问题答对了可以获得精美的赠品 而新北市卫生局记证林冠真就表示 目前15岁至29岁的青年自杀是占死亡率的第二位 因此举办活动透过电影的播映内容 一起探讨青少年的心理层面问题 进而宣导心理资商管道 就像是新北市卫生局 推出了幸福捕手守护你和我的资商教材 透过看听转迁走的引导方式 为民众解决问题 另外民众也可以透过各项的心理资商专线 由专业的心理师从旁协助 我们也为了要关心我们青年的这些议题 刚好也搭上我们今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主题 也正好是针对青年的议题 希望再做一个探讨 因此我们今年就精选了五部的电影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电影 也来帮助我们青年来探讨的 相关的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 而新视波有线电视也参与活动 走入社区一起关心居民的健康 共同加入心理健康的宣导 而活动巡回新北市各城市举办 13号这一天在综合播映的影片是还有机会说再见 探讨有关霸凌的议题 我们今天这一场活动呢 我们选的是还有机会说再见 它就是一个校园霸凌的问题 那借由女主角 她每天在同一个时间起床 日复一日过的相同的生活 来反思她的一个 她过去的一些日子 那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电影的播放 也能够让我们的青年更认识自己 而活动中也发给民众满意度问卷调查 作为未来推动心理健康宣导的改进参考 最棒的是民众还可以参加摸彩 有机会带回大奖 放心飞翔电影院 未来还有两场活动都在晚间举办 分别是10月20号在永和国父纪念馆 而10月27号在三峡北大高中 也欢迎民众届时可以参加 中佳新闻张家词 卢秀娟 中合唱报道